第八集的故事劇情 會有一些劇透性的內容 無雷或是前面幾集的相關介紹可上稿要上角連結 在第七集播出之後 所以第八集一開始 變成了一個小的價錢 我必須獲得到的 在第七集播出之後 最讓大家至今的應該就是 柏納式機器人這件事情吧 所以第八集一開始便是福特與柏納的對話 福特說服了柏納繼續為他效力 並開始處理善後 清除柏納與泰瑞莎在一起的證據 然後將泰瑞莎佈置成烏洛陸山谷的意外死亡 並抖出了偷偷將資料輸出到外面的事情 但是擺命藝術由路克漢斯沃 飾演的艾許利·史塔布斯 園區的保全主管 還是知道了一些柏納與泰瑞莎之間的曖昧關係 這裡補充一下 路克漢斯沃是雷神克里斯漢斯沃的哥哥 是漢斯沃三兄弟裡面的大哥 折损了泰瑞莎之後 由泰莎·泰瑞莎所飾演德西亞洛特·哈爾 公司的董事代表並不甘心 馬上又找了希斯莫來幫他 要他改裝一個接待員 將園區的資料上傳到接待員身上 並準備偷渡出去 同時梅芙已經開始進行要逃出園區的計畫 首先又是威脅維修人員進行更高階的改造 取消掉限制行動的設定 並提升至人類的等級 而且可以命令其他的接待員 在園區裡面 威脅與德洛斯穿越了河谷 來到一個小鎮的廢墟 如果猜得沒錯 那裡應該是第一代接待員最早待過的小鎮 在那裡德洛斯大量的回憶開始湧現 德洛斯開始分不清楚 回憶、幻想還是現實 另一方面黑衣人與泰迪追蹤懷特之旅也有了進展 兩人在樹林解救了一個女孩 又遇到懷特的部下牛托人的伏擊 混亂中泰迪的一些潛意識浮現 意識到黑衣人曾經傷害過德洛斯 在解決牛托人之後 泰迪下手制服黑衣人 並逼問出一些黑衣人的往事 黑衣人告訴泰迪 原來他是一個企業家 不過並沒有詳細說明真正的姓名或是身份 他提到幾年前老婆過世之後 他又回到園區 想要找回內心的自我 黑衣人開始在園區內以 常抱的方式對待接待員 其中一個施暴的對象就是梅芙 梅芙的前一個身份 是一個媽媽帶著小女孩的身份 黑衣人在常抱裡殺害她的母女倆之後 發現梅芙並沒有像一般接待員那樣死掉 強烈的情感波動觸發了梅芙的覺醒 雖然只有短暫的時刻 但是地面上出現迷宮的同樣 促使她想要更深入地去發掘迷宮的秘密 同時間梅芙在填水鎮展開逃離的行動 她再次利用了赫克托喜劫小鎮的機會 安排了小鎮的每一個接待員的行動 並趁亂要跟盜匪離開 但是過去的回憶似乎在干擾著她 梅芙開始出現恍惚的狀況 管理中心也察覺到梅芙的異狀 並開始對她進行下架的行動 前面黑衣人的回憶 配合著梅芙逃離行動時的恍惚 這段情節正好解釋了梅芙 是為什麼會被撤換掉之前的身份 而且或許是前一個身份已經覺醒過 雖然後來有暫時壓抑住 但也造成梅芙在目前這個身份裡 變得極容易再次覺醒 相當開心的是這齣影集 由於收視率相當不錯 所以目前第二季已經確定會拍 不過時間並不確定 可能最快要等到2018年才看得到了 然而隨著第一季影集的即將尾聲 即使是到了第八集 故事也有了相當的進展 但是很多問題仍然是沒有答案 大家反而覺得是更加的疑惑 是吧 隨著柏拉機器人的身份揭曉很多人的身份 現在目前也變得更加的詭異 大家都在猜是不是還有更多機器人隱藏在人群中 包括福特、一些維修人員等等角色 都有人在懷疑是不是也是機器人 有一個更深的遊戲 比阿尼爾的遊戲 那遊戲是更深的 綜合前編的劇情我個人認為 迷宮的用意似乎是用來解放招待員用的 在第六集 泰迪與黑衣人的對話中有提到 一個傳奇般的男人 他被殺死了無數次 但總能洗齒回生 那個男人最後一次的歸來 在狂怒中打敗所有壓迫他的人 他建造了一棟房子 在房子周圍建了複雜的迷宮 只有他能從其中通過 在這集中 梅芙的狀況便是符合這樣的情形 梅芙在前一次身份死亡時便是出現了迷宮 而這個迷宮或許是更像抽象的概念 代表接待員覺醒之後 其意志會受到迷宮的保護 其他人便無法任意侵入或是修改 到底梅芙的逃離行動能不能成功呢 威廉與Doros以及黑衣人與泰迪 這兩條故事線會有怎麼樣的結果呢 管理重心裡面的內鬥還會有什麼發展呢 就再讓我們繼續追下去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紹 如果覺得不錯可以在下面幫我按個讚 如果喜歡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有什麼問題也可以留言給我 就這樣囉 掰